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还有一些在进行中的 我也很快的讲到 台东市区的开封角我们要改建 台东市区要开始有两条路线 公车路线了 台东是原来全国唯一没有公车的 市区公车的地方 明年开始要有了 我们继续要做 资本温泉的这边做完 我们要继续做台东市 大台东市地区的污水处理 然后台东市的 这个台东县的游泳池 跟我们的图书馆 要重新改造了 这个工程无意 是可能近几年来 工部门自己要推动的最大的 一个案子 我们一部分要跟中央争取 一部分自己要去筹筹 这个案子 台东市博爱路跟新生路 转角那个旧的税间处 我们跟企业签约了 50年的地上泉 给他使用50年 要盖地上十层楼的五星级饭店 我们的权利金 可以一次收到1亿零500万 这个是台东有历史以来 单比最大的权利金收入 将来168个房间数 投资额大概将近5亿 在明年动工 后年底完成 这边大概也要90个到100个就业机会 而且带动台东的观光 五星级的饭店 国际面对据点 这个以前台东的旧站 搬到新站之后 本来是最热闹的地方 已经落寞了20几年了 电影城在这里 新生公园我们整理好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刚刚讲的原住民温创聚落 这个地方我们从观光局争取到3亿的经费 马上要盖了 然后我们也在做招商 让企业进驻 接着铁花村 成品刚刚讲的五星级饭店就在这里 所以这整个串联起来 包括第二阶段我们把这个 旧的这个铁道这边 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让铁道用地变成商业区 将来这一整个区块会是台东最精华的 商圈 新的商圈 县民来 游客来 白天四处去都很棒 晚上没地方去的时候 全部要到这里来 购物啦 喝喝小酒 喝喝饮料 看看表演 买台东的农产 买台东的文创产品等等 全部都在这里 那这样的一个计划 都是已经在进行推动 所以将来台东 那个地方会是一个 下一波台东 推升台东观光产业 另外一个火车头 南回的医疗很重要 我们也跟这个卫生福利部要了一亿多的经费 要把南回那边盖一个紧急医疗中心 紧急医疗中心 就是它24小时都有急诊 然后夜间有急诊 第一在第一时间帮病患处理好 需要后送我们再来后送 因为在那边要盖一个大型的医院 其实是不可能的 很难经营 台东市的医院都很难经营 更何况在南回 但是我们需要给民众更好的 这个医疗照顾 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做 已经开始在进行 无线上网 这个也很重要 全线无线上网 台东在网路这个上面 在全国是末段般的 但是我们马上要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将来 全线无线上网 人口覆盖率要达到90%以上 这个是我们从花东基金 花东发展条例 花东基金争取到的经费 明年就要开始建制了 让很多的游客 让我们县民 在很多地方 几乎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直接无线上网 我们的社福办公室 也要开始 在三条路线去推动了 明年我们第一个会 现在成功 就像派出所一样 我们现在以后社会处 也有三条路线的派出所 更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近照顾我们弱势的同胞 东海岸的山坡地解编 这个我们一直在进行当中 我们更多的消防队 将来还要处理 丰隆丰队 丰田 我们太平这个地区 这个区块 我们现在放在接近美农 那个处理北 北边的没有问题 南边的我们要靠这个丰田分队 然后里面太原分队 渡然分队 我们还要做更多的 新港与港的改善工程 富岗港 第二阶段的富岗港 要把码头扩建起来 让这边也都可以使用 停靠停泊 整个港区的规划会更完完善 停靠的地方更多 这个花的钱不多 只有七亿多而已 交通部也支持我们 叶部长两次我请他来看 这个确定的案子 我们大概104年应该可以动工 这个建隆这边的台东大学 西康路 连接我们台东唯一一所大学 你看那个道路有这么宽的 也有这么宽的 也有这么宽的 同一条路了 现在我们全部把它改成 四线道 包括一个绿带自行车道 人行道 20米宽的道路 从台9到台11 整个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也会让这个 台东大学唯一的连外的道路 都会获得很大的改善 资本温泉 整个周边 包括携张桥 包括那个东58 的改善 还有原来精帅 那前面 整个的整理 最近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话 我们那些四面佛周边的 跟富野前面的那些店家 都拆掉了 那些国有土地的占用户 我们经过我们长时间 跟他们协调 那么那个地方 整体要做景观的改造 然后我们会盖新的 新颖的商圈 新颖的商圈 让那些有一部分的店家 可以进驻 让那整个资本温泉的环境 做更好的提升 四年可以怎么样改变一个城市 我只能跟各位讲 它的改变 台东的改变 超过我在四年前 就职的时候可以想象的 四年前就职 我不敢想象台东 今天会有这样的成果 该有的我们过去没有 电影城从无到有 风飞沙从有到无 全国最夯的热气球 四年前我也不知道会有热气球 到现在你看 还有谁敢嘲笑台东 好山好水好无聊 全部都来台东了 好山好水不再无聊 游客树 营业额 商家的营业额 我们民众的存款的总额 都是创下台东历来的新高 我去查了台东 邮局 银行 农会 渔会信用部 台东县内的 它的存款 人民存款的总额 在这四年当中 成长了200多亿 住在台东 只有16 7万人 这16 7万人 创造了200多亿的存款 在这四年当中 房地产价格上扬 土地增值税都被增了 前几天一个好朋友 开玩笑的在骂我 管长啊 都厉害的 都是你的错 我说是怎样 我传700万要来买一间透天的三层楼的 他说现在买不了 但是我怎么回他 我说是你要怪你自己 我四年前上任你就该买了 你弄到这么久 到这几天才买买 现在当然来不及 四年前才500万 为什么台东土地要涨 房子要涨 这个就是在反映 台东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活络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大家看好台东 大家认为台东有希望值得投资 这个最难 从原来找不到工作 台东一向以来都是找不到工作 到现在是 竟然是企业找不到员工 这个是真的 而且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明显 等着明年还有好几个案子出来的时候 会越来越明显 找不到企业找不到员工 台东的少年都在外地 所以我们让台东在这四年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能见度 刚刚讲不止全国 全世界都看到台东了 现在也让我们同一个最落寞 最贫困的地方 现在不断攀升人民的幸福感 连续两年我们得到全国的这个幸福城市 我们得到的奖项非常多 那天就职四周年 我请各个局处把他们得的奖 全部拿出来奖 算一算竟然有108个 我上任的时候 县政府 矿县县厂交给我的已经是负债70亿了 但是我们很认真地面对我们的财政 我们在100年得到债务管理考核全国第一名 管理我们的未偿债务 我们还了一点点的债 102年 县市政府的开源绩效我们第一名 刚刚讲到的像电影城 像那些税捐处 我们甚至于在那个免税店也到绿岛去开了 这些对我们 县库都有一些收入太阳能 给人家屋顶给人家去发电 一年也可以帮我们收一千万 等等我们开源的绩效 我们很认真全国第一名 招商的那个评比 招商的评比这个是今年的 两年办一次经济部 为了鼓励地方政府 要努力招商 所以他们两年办一次 各个县市政府都很认真去参加 为什么 因为有奖金的第一名五千万 台东县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 因为以前这个比赛我们都弃拳 不敢去 招商是我们台东最弱的 以前都不敢参加 今年第一次参加我们就把第二名 三千万报回来 其实这个 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 连媒体都会讲说爆出黑马 农业县的台东 竟然可以招商得到第二 这个连续两年获得十大幸福城市 金牌县长 天下的第四名 远见这个很重要 城市总体竞争力 全国 九大面向 不是做民调 客观的数据去看 台东可以排第四名 第一名台北市 怎么比都是台北市 第二名新北市 第三名新竹市 科学园区的地方 第四名台东县 说真的连我都不敢相信 所以我们也 不要小看我们台东 我觉得台东也非常有潜力 我们可以继续往上面再去提升 四年前我选举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口号台东是观光美帝繁荣家园 要透过观光的手段繁荣我们的地方 我觉得这四年来我们看到了台东的观光 现在是前所未有的热门 我刚刚讲到我们民间的存款 游客的总量 营业额等等都不断的在提升 甚至于 各位 人口渐渐开始回流了 上个月我看到台东 搬进来的人 竟然比搬出去的人多15个 我很高兴 可能你会觉得县长 15个你也大惊小怪拿出来讲 如果你是我 在那边看那个资料 看了四年 每个月都是减少 已经沉重 心情沉重四年 台东在那边没人 每个月人口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上个月我们成长了15个 上上个月我们是打平的 我期待 现在开始我们是开始要 人口要净流入 净流入 人口回流了 开始增加了 我们还要持续下一步 打造国际级的幸福城市 台东要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